三軍統帥蔡英文總統 日前前往台北市原山國民革命 忠烈祠主持109年 向先祖暨忠烈殉職人員致祭 由行政院長蘇貞昌 立法院長游錫坤 司法院長徐宗麗 考試院長吳錦麗 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陪祭 典禮莊嚴隆重 隨後總統出席國防部 動腰動兩紀念專區啟用典禮 命於殉職將士紀念牆前墨哀 獻花及致贈家屬緬懷紀念品 以紀念與追悼沈一名 一級上將等八位殉職將士 努力從功 為國家犧牲奉獻的行儀 並延續全國軍民的勇懷追思 總統表示 沈總長等八位將士 過去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棟梁 他們的離去是國家和國軍 重大的損失 追思活動不僅在表達 對這八位殉職將士的 追思及懷念 更要許願承諾 傳承他們的精神 為打造美好的未來國軍 持續努力 三軍統帥蔡英文總統 日前士島國防部 軍事新聞通訊社及青年日報社 肯定社內同仁的辛勞與付出 總統是74年來首位士島 軍文社的國家元首 總統在國家安全會議 秘書長李大維 及國防部長嚴德發陪同下 觀看《看見軍文社》影片 並參觀軍文社剪輯資料式設備 及歷年拍攝影像成果DVD 及攝影機等 動搖動兩黑音直升機事故中 受傷的軍文社記者陳映竹 也現身致送總統他親手製作的 感謝卡片 總統也為他加油打氣 期許早日完全康復 隨後總統在青年日報數位中心主任 蘇中校導覽下市島青年日報社 並於該報攝影棚錄製一分鐘爆新聞短片 邀請國人加入國防部發言人臉書 及青年日報社群評估 國民隊 跟國民隊 評估 拍照 不 可 不 谢谢观看